大家好啊 现在是上午的9点58分了啊 给大家聊聊一个话题啊 郑新立说话了啊 郑新立是中央党史研究史 不是中央政策研究史原来的副主任啊 中央政策研究史也是我的客户 那个行政处处长姓张 河北石家庄人 他退休了 就住在海淀区造军庙的国务院宿舍里 这个中央政策研究史原副主任郑新立说了啊 说你听着啊 这个全国农村宅基地有有多少呢 有17万平方公里能吸引几十万亿资金 前两年山东那边搞这个河村病户 把很多村给你拆了 让你住楼 减少这个村庄占地面积 这里边又有大量的钱可以赚啊 12月12号 由农民日报社啊 农民日报社在朝阳区 这个东四环外 石佛营往南 一个臭水沟旁边有一栋小楼 农民日报社 再往南 东巴里庄北里啊 由农民日报社江苏省严城市人民政府 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联合举办的2020年 也是首届啊 中国农业企业家峰会在北京举行 看了吗 农业企业家 以后啊 土地要兼并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做发言 指出农业振兴的关键在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说这个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十四五规划的建议 提出要开展农村建设行动 说现在啊 这个说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 我认为不对 我认为是官员财产不公开贪污腐败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啊 那么这个不平衡主要体现为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主要体现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不充分 说这次五中全会又提出了乡村建设行动 他说我认为这就从主要矛盾作为战略依据 乡村振兴作为战略目标 城乡融合作为战略举措 乡村建设作为战略行动 形成了一个更加完整的战略组合 这都是套话 这些人就会写稿 写稿写得好就能升官 这就是共产党里边的太子党 这个女婿党和师爷党 这部分像正心立这儿的就叫师爷党 会写稿 会给大领导写稿都升官 那么农村振兴 关键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你看现在这个改革开放四十年啊 他说劳动力土地资本 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三大要素 通过不平等的交换 源源不断的流向城市 这当然不平等了 对吧 劳动力两亿八千万农民工啊 这个为城市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他们的农村户籍 使他们分享不到他们所在城市市民的公共服务 这是这是现象 原因呢 是谁把城乡变成二元制的 谁把这户口分成商品粮和农业户口的 这不是老百姓吧 对不对 要改变这种单向流动 不等价交换的局面 啊 然后要找到一个市场机制 不用找市场机制 你把土地私有化就行了 本来的土地就应该 不应该是集体的 集体就是官员说了算 对吗 各家各户就是你们家自个的 对吧 甭他妈废话 别搞这些扯这些臭痒层子 是吧 说第二句重要的话 要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可以入市 可以入市 你们为什么把昌平乡唐村给人拆了 对吧 第二允许就地入市和异地调节入市 第三允许农村集体组织 把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和农民自愿有偿退回的宅基地 改变为集体经营型建设用地入市 既然是入市 就是进入全国的统一大市场 不是进入本村的本镇的本县的市场 要进入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的大市场 这又要拆房了 又要 集中土地 搞房地产开发 中国没有其他的 说过得硬的产业 什么都没有 芯片也没有 连煤炭都缺 现在南方 浙江 广东 是吧 湖南 好几个省 都没有电 是吧 为什么没有电呢 跟澳洲搞贸易摩擦 证明中国实在是很脆弱 过去说地大物博 地大没错 很多是沙漠 物博 平均到每个人头上资源是匮乏的 说第三 还要探索农村宅基地所有权 资格权 使用权 分治 实现形势 说特别是在新疆 黑龙江平原地区 规模化 现代化经营 已经开展前了 那在新疆 黑龙江 它土地面积大 地广人稀 在华东平原 在其他一些平原 和浅秋陵地区 这种三权分治的改革 正在推进 说中国农村的宅基地 有17万平方公里 17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 你像山东 安徽 像这个辽宁 河南 河北 这些省的面积都在15万到20万之间 像江苏 浙江 每个省只有10万平方公里左右 所以17万平方公里 他们又把脑筋 冻在农民的宅基地上了 发现了吗 说我国 现在全国城市的建设用地 一共才5万平方公里 城市啊 才5万平方公里 那相当于三个北京市 怎么大 北京市包含郊区 16000多平方公里 沙北京怎么大 现在一个农村人口 占的建设用地 是一个城市人口的三倍多 那这没有什么问题啊 人家的宅基地啊 过去比现在还大呢 而且人家院里可以种点菜啊 对吧 种点菜 种点瓜果梨桃 对吧 这不是好事吗 你这又把心思 动在这上面了吗 说可以啊 如果能够激活啊 在十四五期间 能够吸引几十万亿的资金 投入到农业现代化 新农村建设 农民工的市民化 和特色小镇建设 特色小镇有的地方成功了 有的地方也白扔了很多钱 我们用五年到十年 就能把中国的农村建设的 跟我们的城市一样的漂亮 城市也不漂亮 每个城市和每个城市 都一模一样 几乎千篇一律 就在瞎胡搞 这都是在瞎胡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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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